Hello,大家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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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Nice to meet you 兔兔这两天有些事情 所以脱更了好几天 今天分享一个BW动画中算是冷门的角色 变异变体 一个唯一征服了狂飙的角色 这款变异变体呢 世纪精选的外包装 和之前的三部曲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直接是一个带有logo印刷的瓦龙纸箱 里面静静的躺着一只变异变体 拿出这款玩具 大家会觉得好眼熟的样子 好像是哈 这不是更古龙的模具吗 拿出更古龙 除了头雕方面区别 其他还真是一样 不过头雕也是亮点了 因为之前呢 是面罩的设计 更换的这个头雕呢 也还是比较还原动画里的样子 不过 这款如果想还原动画 也不是不可以 我们简单的来动动手脚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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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不是更有动画中的味道了 动画中女王大人说 你连变形都不会 变异变体说 呸这回我会变形了 虽然这款和之前亘古龙一样是 插拔拼装是变形 可能有些小伙伴比较排斥这种插拔拼装 其实兔兔觉得还好啊 我是并不排斥这种变形方式的 因为这类的变形方式 如果说我们可以多入手几个 再加上一些新奇的脑洞啊 是可以玩出不一样的感觉 之前也有看到过有些小伙伴 用五六个亘古龙组成很大的机甲 还有围城系 齿轮 猛弓这些角色 都可以做成很不错的合体机甲 兔兔是觉得这款买少了 后面我是打算多买一些 这个变形还是很简单 拆掉重新组装就可以了 龙形态这个配色倒是很亮眼 金色和水蓝色感觉也不是很违和 毕竟动画中变异变体 就是这类的配色 喜欢的小伙伴不妨也多入几只组合一下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啦 爱你们哦 记得三连哦 嗯 字幕无»,二睡 嗯 字幕by紧 感谢观看